大家好,我是农文老师 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共享农文老师缴作业 Forschach图层基本篇 这个篇章主要在跟各位介绍 有关于图层基本的一些运用项目 当然主要包含图层三个主要的运用功能 混色、不透明度以及锁定 另外对于图层变形的运用 从基础的变形、扭曲、倾斜的一个变形 甚至做弯曲以及特殊变形的部分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异化来进行新功能的运用 就可以直接针对脸部表情做细项的变形效果 另外我们还可以进行图层遮掩的运用 包含灰阶遮掩、向量遮掩、群组的搭配运用 当然群组本身也可以做遮色片的运用 一个图层或是一个群组项目 同时可以拥有灰阶遮掩与向量遮掩 所以它的编辑空间项目就非常的大 另外剪裁遮掩的运用 你可以透过上图层与下图层的对应关系 那下图层必须要有透明遮掩之区 那上图层可以为复数 那当然再结合遮色片功能是非常的强大与丰富 这门课的教学重点 图层基本功能 图层管理合并 图层变形功能 图层遮色片功能 剪裁遮色片功能 上完课程你将学会 学习在软体中进行图层管理 合并与图层变形 运用图层遮色片相关复合功能 为丰富影像合成做准备 上课前你应该具备 熟悉Windows或Mac作业系统 初步会ForeShop软体更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共研荣文老师缴作业 ForeShop图层基本篇 第一感觉 θη分条在天 Solid 雹芬 下课独奏 未经讨 孩